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好像不久之前刚刚发生过似的 没错 在唯唯旧赵那一部分 确实提到了诸侯联军围攻湘陵 因为在竹书纪年的记载里 湘陵之围和桂陵之败发生在同一年 也就是两年之前的周显王十六年 这一年里还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宋国政变 全臣思成子汉废军自立 二是韩昭侯造访魏国 这些事情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可惜以现有的史料只能推测出一件事 那就是韩昭侯的造访 直接影响到相邻之围的结局 韩昭侯会见魏惠王 按说这两位国君应该分庭抗礼 但韩昭侯主动矮下一头 带着韩国总理身不害 直规手握一种叫做规的玉器 来见魏惠王 这种姿态属于陈礼 把自己当成臣子 把魏惠王当成驻军 韩昭侯为什么无缘无故 跑去向魏惠王示弱呢 这是一记 战国策记载了多年之后的一篇建言 有人却说 当时的韩国君主 尊奉秦国 拿韩昭侯这件事当论据 说像当初 韩昭侯是一代明君 身不害是一代贤臣 韩国和魏国的势力不相上下 但韩昭侯和身不害 为什么会去向魏国主动示弱呢 既不是价值观扭曲 也不是一时糊涂 而是身不害的计策 身不害是这么谋划的 如果韩国向魏国示弱 任魏国当大哥 魏惠王呢 一定会膨胀 这人啊 一膨胀 就会忘乎所以 觉得其他诸侯 也应该像韩昭侯一样 像自己称臣 魏惠王 有了这样的念头 当然会到处开战 这仗啊 打得多了 国力呢 自然就会损耗 而天下诸侯既然痛恨魏国 自然会侍奉我们韩国 这样一来 我们韩国虽然屈屈于魏国之下 却能高距于万人之上 以屈为身 还有什么比朝拜魏国 更有效的办法呢 以上这套逻辑 当然很难成立 看人家秦国 以战养战 越战越强 很难说打仗 就一定耗损国力 再说 天下诸侯 就算恨上了外国 也没有道理 因此就侍奉韩国呀 但无论如何 这番话透露出来的信息是 在申不害的谋划之下 韩朝侯主动去向魏惠王示好 并且示弱 这件事 孔从子也有记载 发言的人呢 有名有姓 就是前文已经出现过的 孔子的后代 孔谦 自子顺 做过魏国总理 事情的背景是 韩国和魏国不合 子顺借当初 韩朝侯和申不害的外交策略 试图说服韩国国军和魏国和好 子顺的逻辑是 韩朝侯是一代明军 申不害是一代贤臣 他们的外交策略非常明智 如今的韩国比韩朝侯时代的韩国弱小 魏国和当初的国力相当 秦国呢 比原先强大很多 韩国如果违背前代君主努力奠定的 木铃友好关系和魏国交恶的话 那么会是弱小的韩国 夹在两个强敌之间 这个呢 可不是良策 齐国 楚国就算可以帮助韩国 但距离太远 坚硬不及 而魏国和秦国的军队 呼吸之间就可以侵入韩国 所以搞外交 可不能舍尽求远 还是别和魏国怒气的好 子顺的这番话 给我们贡献了舍尽求远这个成语 不过可疑的是 他的前半段和战国策的内容一样 后半段的结论不同 不是劝韩国国军 拜秦国当大哥 而是想让韩国和魏国呢 恢复木铃友好关系 历代有很多人怀疑孔丛子是尾书 正是因为孔丛子 总有这一类的内容 看上去呢 像是从其他材料里面抄袭过来 改头换面再拿出来的 这种真伪问题 虽然很难考证清楚 但或多或少 都有嫌可疑 所以难怪孔丛子 那么多年都被冷遇 无论如何 在韩朝后和魏惠王的时代 韩国和魏国确实有过一段 也许比较短暂的蜜月期 韩国的主动 也许真是出于身不害的谋划 但问题是 想任大哥的话 不是空口说白话就行的 必须拿出行动 去拿投名状 韩国交出的投名状 就是在第二年里 绑出魏惠王 接了相邻之位 这是周显王十八年 资质通鉴记载了三件大事 第一 秦国公孙央 围攻魏国顾阳 顾阳守军投降 第二 魏国把不久前 刚刚占领的邯郸 还给了赵国 和赵国呢 在张水结盟 第三 韩朝侯 委任身不害 做韩国总理 而在卓书纪年的记载里 明确交代了一件资质通鉴 没有提到的事情 魏惠王 借助韩国军队 在湘陵 击败了诸侯联军 其魏王 不想打了 托楚国将军 警舍 约见魏惠王 谋求和解 这位警舍 就是给楚宣王出主意 假装救援赵国 实则呢 做官成败 浑水摸鱼的那个人 魏惠王 当然愿意讲和 因为魏国现在感受到的压力 主要来自西边的秦国 公孙央 已经越过黄河 拿下了魏国的故都安逸 紧接着又拿下了故养 既然秦国才是头号敌人 那就不要四处树敌了 以和为贵 就这样 魏国和其国 打成和解 毕竟梁子呢 并没有结得太深 但是和赵国和解的难度 就比较大了 当初魏国打下了赵国的首都邯郸 这几乎是一场灭国之战 要讲和 就必须拿出十足的诚意 魏惠王呢 拿得起 放得下 真的是诚意十足 把邯郸呢 归还给了赵国 确实啊 也只有做到这一步 才有可能和赵国和解 而赵国这边呢 也在受到秦国的威胁 辞治通鉴 虽然没协 但史记赵世家 有交代说 就在张水之盟的这一年 秦国攻打赵国 一个叫令的地方 这个令呢 是令向如的令 令也叫北令 辞治通鉴在前边周列王四年 有一条很简单的记载 说魏国 魏城侯治下的这个魏国 在北令呢 打败了赵国 北令的位置 大约在今天的山西省 吕梁市 离石区偏西 西林纳黄河 当时属于秦境交通要冲 是赵国的西部边境要塞 也是秦 魏 赵三个国家交界的地带 秦国要打赵国的话 北令呢 首当其冲 很难想象秦军 为什么要攻打北令 从常理来说 打魏国打得顺手 赵国又有心境和魏国 结下深仇 秦国在这个时候去打赵国 不但自己呢 要面临两线作战 还会促成魏国和赵国 化解仇恨 结成同盟 如果非要想出某种解释的话 那大概就是 秦国士兵斩首的热情太高 魏国境内呢 一时又没有合适的目标 可以进攻 秦军主帅 只好就近找个地方 打上一仗 再给大家一次 祭建领提成的机会 这是今天管理学 也会面对的问题 有时候为了维持士气 只好去完成一些 毫无必要的项目 我们很难确定 在秦国攻打北令的时候 赵国和魏国 有没有达成和解 但无论如何 赵国在这一年里 总应该察觉到了 来自秦国的虎视眈眈 吕氏春秋 还给出过一个说法 说赵国有一个叫唐上的人 有和他资历相当的人 做了使官 朋友因此认为 唐上也很想谋个使官来当 但唐上说 哇 并不是当不了使官 而是看不上这种小职位 朋友只觉得唐上这话太酸 后来魏国围攻邯郸 唐上去搞外交 一番话让魏惠王撤了兵 朋友这才相信 唐上当初说的并不是酸话 这个故事显然夸大其次 细节也和史记竹书纪念很有出入 但赵国这边 毕竟会推出一个外交官 来沟通张水之谋 人选也许就是唐上 赵国和魏国 明明有达成和解的心 一派即合 唐上就算有再好的口才 也只不过是适逢其会罢了 任何一个人处在这个位置上 都可以立下这份功劳 但是难就难在 有没有这份眼力 看出这个时机 然后主动请应 最后请你考虑一个问题 申不害给韩昭侯出的那个 向魏惠王低头示好的主意 看上去很容易激怒韩昭侯 因为这时候的申不害 对韩昭侯的偏好并不了解 如果真的激怒了韩昭侯 也许就会彻底断送自己的仕途 这是申不害绝对不想看到的 那么申不害 为什么有信心 做出这样的提案呢 是冒险赌一把吗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留言区 和大家分享 我们下一讲 再见